第1213集 现在还剩下十天时间 深渊恶魔出现一个强大外援 可他们却随时惨重 此小笔掌 他们恐怕一天都坚持不下来 林明 快一点吧 小魔先看着林明闭关的地方 咬紧了嘴唇 他知道 林明肯定是进入了最关键的闭关时期 一旦中断 也许前功尽弃 林荒久而飞过来 握紧了小魔先的手 林明是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 他们坚持到现在 就是为了让林明完成闭关 然而越到最后就越艰难 这还剩余的十天时间 在真神的生命长河中 原本只是短短的一瞬 然而现在 这一瞬间却变得如同天剑 遥不可及 也许真的要死在这里了 跟林明一起死 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情 小魔先惨笑一声 而这时候 三十三天舞者 在处理神须 齐天神皇 和圣族新晋真神的尸体 三个真神陨落 神梦附上 无疑让三十三天舞者 雪上加霜 神须 看到神须死在这 神妙天尊感慨万千 神须是神妙的仇人 曾经神妙天尊一直想把神须 错骨扬灰 可今天 神须真的死了 神妙却有一种 吐死胡悲的感觉 完全高兴不起来 神须并不是什么好人 相反他忘恩负义 极度自私 可今天 他却为三十三天 战死 这并不是他所愿意的 他也没有那么高尚 只是因为 他别无选择 现在的三十三天 不管是正义人士 还是邪派魔头 哪怕你恶贯满盈 杀人无数 这个时候 却也只能放下一切 去为自己能活下去而战 因为所有人都没有退路 天人大阵中 陷入死寂 气愤前所未有的压抑 没有办法了吗 神梦吞服了一枚丹药 声音虚弱 惨笑着摇头 在他面前 黑暗深渊大军又再重新聚集 刚才他们一口气 损失了八个真神级恶魔 但对他们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他们还有五十多个真神 而且四个上位真神 还有邪都没受伤 只要一天 一天 他们就能恢复的差不多 到时候 就是三十三天的末日 也许 也许 还有一个办法 这时候 车开口了 声音 有些萧缩 这个轻轻的声音 却让所有人都心中一震 什么办法 人们眼睛亮了 虽然理智告诉他们 现在已经陷入绝境 几乎没有生还可能 然而开口的是车 作为修罗路守护者 总是容易给人希望 哪怕是极为渺茫的希望也好 他们都会拼尽一切去争取 谁又愿意接受死亡呢 这 阴阳绝谷 荒人坟墓 彻和莫对视一眼 用缓慢的语调说道 33天无整 大多数都没听过什么阴阳绝谷 荒人坟墓 不知道莫和彻 说的是什么 而小魔仙却心头一颤 哪里 别人不知道阴阳绝谷 荒人坟墓 可小魔仙那是亲自 去过呀 当初林明还是神军境修为 第一次踏入修罗路历练之时 与小魔仙在大荒偶遇 二人结伴立宪 最终在亡死谷中走到一起 成为夫妻 之后他们杀死天明子 前往内修罗路 在内修罗路神文城 林明以神文术参加神文城拍卖会 积累大量财富 购买了玉龙之脚 吞天舌胆 龙咸草等珍贵的炼药材料 而这些材料都是为了炼制 苍穹霸典中记载的一种名为贪狼天珠的弹药 用于开启天法道宫 那时候 道宫九星被造化圣皇力量封锁 想要冲击道宫九星十分不易 而林明炼制贪狼天珠 需要一处大凶之地 而林明选择的地方 就是阴阳掘谷 荒人坟墓 这个地方是林明花了大代价 从天机阁打探到的 贪狼天珠炼制的很顺利 之后林明还在荒人坟墓中修炼 可荒人坟墓中种种奇异景象 却让小魔仙记忆由神 首先就是 在阴阳掘谷外 有盘领巨人一族守护 他跟林明当初费了不少力气 才进入这片秘密地 而在荒人坟墓中 盘踞着一只只巨大无比的玄规 仿佛山岳一般 这些玄规都死了 只剩下庞大壮丽的龟甲 而每一副龟甲的背上 都背负着一口高耸入云的骨棺 从这些棺材就可以知道 荒人坟墓真的是一座坟墓 但荒人究竟是什么 小魔仙却不知晓 只是有人传说 这些所谓的荒人 其实是当年跟着修罗路主人 征战四方的巨人奴仆 不知真假 今天听到墨和彻的话 小魔仙才陡然想起了 当初跟林明的经历 荒人坟墓中葬的 是当年跟着修罗路主人的战士吗 小魔仙突然开口 其他人心中就是一惊 墨和彻点点头 算是吧 更多的是百亿年前的 太古诸族雄主 他们受缘所生无多之时 或重伤将死之时 主人用密法将他们的肉身 和灵魂封存了 制成傀儡 在一阵法 封存在荒人坟墓中 这些人 其实已经死了 但他们可以被唤醒 像傀儡一般去战斗 他们不知疼痛 不怕死亡 甚至没有意识 他们的境界 要比他们生前低很多 墨和彻这么一说 众人都是心中一震 这是什么密法呀 能把一具尸体傀儡 保存百亿年时间 百亿年前 不知多少太古诸族雄主战死 他们也知道 深渊恶魔迟早会卷土重来 明知临近死亡 很多太古诸族雄主 甘愿被主人用密法制成傀儡 就是为了度过这悠久岁月 能再战一场 他们被唤醒后 能维持大概三天生命 可时间太久了 想要唤醒这些傀儡 不但需要修罗天道密法 而且要消耗太多生命能量 如果主人在的话 倒还好说 但现在主人情况未明 甚至可以说生死未卜 如果没有主人 我们想唤醒这些太古雄主 非常勉强 那可是沉睡了百亿年的尸体 突然唤醒他们需要注入大量的生命能 这也是正常的 而从墨和彻的话中 三十三天舞者听出了一些话外之音 非常勉强 那 那就是还能办到了 有人开口问道 声音有些激动 如果能唤醒这些沉睡的太古诸族雄主 那自然是一支强大的助力 不错 确实能办到 但是唤醒那些古族雄主 至少需要一个中卫真神 两个下卫真神 还有五十个以上的天尊 与我们配合 而这些人都需要献出生命本源 也就是说 通过修罗密法 把他们的生命能转移到那些古族雄主尸身中去 换了他们三天圣迹 也就是说 所有与我们配合的人都会死去 墨和彻的话 让所有人心中遗产 会死啊 三个真神 连同五十几个天尊 牺牲他们的性命 才能换来古族雄主三天复活 事实上 人们已经隐隐意识到 配合者会死去 那么作为施术者的墨和彻 恐怕也要付出极大代价吧 墨和彻轻叹一声 看向三十三天舞者 这些人可都是一方的霸主啊 如果这样一战 他们能活下去 会成为三十三天的英雄 安逸的度过余生 天尊境界以上舞者的生活 受无数人敬仰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拥有莫大的权利和极高地位 这样的生活自然无比的美妙 而一旦站出来 那就必死 没有幸存的可能 没有谁愿意死 莫和彻也不会强迫任何人 人群沉寂了大约十夕的时间 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我 我愿意配合你们 突如其来的声音 让所有人都是一争 人们寻声望去 却见一个白袍中年人 站在人群中 双手自然下垂 神色平静 他是 浩宇天尊 浩宇天尊 人族一个普通的天尊 相对那些耀眼的人杰 他没有多少天赋 他修炼那么久 也只是中卫天尊境界 哪怕后来进入修罗路 借助了修罗路资源 他也不过是修炼到逼近天尊巅峰的地步 距离真神还有一道巨大的天窃 而且这天窃足以让他一生无法逾越 在人族诸多高手中 浩宇显得非常不起眼 人们也下意识遗忘了他 而今天他却第一个站了出来 人们下意识地让了让 浩宇轻轻地理了理然 血的白袍 透过人群 他的目光落在神梦的身上 看着浑身染血 练死苍白的神梦 浩宇神思复杂 终于他笑了 笑得无比的纯净 一个中年男人 却有着少年一般单纯的笑容 浩宇一直默默注视着身前这个女子 却看着他与自己的距离越来越远 虽然他只能看到她的背影 却始终未曾移开过目光 浩宇 这一刻神梦感觉自己的心 仿佛被刀扎了一下 多少年了 他已经记不清 浩宇从未对他表露过什么 而神梦隐隐感知到了 但他对浩宇的感情 却只是纯粹的挚友 原本我还以为 能一直默默看着你 到我生命结束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帮不了你什么 这一次我终于能发挥作用了 以后 以后 照顾好自己 你身上的担子太重了 生活太孤单 如果有可能 找一个人陪着你 一起走下去 浩宇把这番话 断断续续用真缘传音送入神梦的耳中 两行青泪 沿着神梦的脸颊 无声的流下 守护 无需预言 神梦张了张嘴 终究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在浩宇之后 通天神主也站了出来 老夫也愿意配合 通天神主八千万岁了 这次在修罗路也未曾突破真神 手缘缩生不多 老夫没有几年好活了 战死沙场 总比老死好啊 通天神主声音豪漫 让我做第三个 一个魂族天尊站了出来 绝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还有我 我这条命 是林明大人从黑暗深渊救出来的 这条命早就属于领袖和林明大人的 一个太古诸族女性天尊走了出来 她来自于黑暗深渊 是当年林明从魔道会 黑沙城奴隶市场救出来的奴隶 后来加入了木千学太古诸族起义军 林明早就不记得他了 可他却一辈子不会忘记林明从黑沙城将他买出来的情景 林明是他的大恩人 就像浩宇在背后看着神梦一样 他也愿意在背后一直默默看着林明 我也愿意 算上我 还有我 一个又一个天尊站了出来 他们应答的声音很平静 很轻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 然而这样的声音却愈发震撼人心 莫和彻叹了一口气 心中思绪欺负 已经够了 五十天尊一族 接下来 还需要三个真神 一个中尉真神 两个下尉真神 就算唤醒荒人坟墓中的上古雄主 也不可能全歼恶魔大军 还是得靠三十三天无者厮杀战斗 所以上尉真神不能牺牲 中尉真神牺牲一个 已经是极限 莫和彻话音刚落 林荒就站出来 然而他刚走几步 却被一只大手直接给拉了回来 你做什么 略显苍老雄浑的声音 开口的正是神妙天尊 你父亲为三十三天做了这么多 难道你 你让我们忍心看着他的儿子去死吗 神妙不由分说 直接站在莫和彻的身前 让我来吧 这里没有谁比我更合适 神妙夺舍了造化圣皇 修为下降到中尉真神 而且因为灵魂比肉身弱很多 神妙并不能完美的发挥出 造化圣皇肉身的力量 日后也不可能靠修炼经济修为 就在刚才神须死了 神妙亲眼目睹神须的死亡 却没有半点高兴的感觉 反而感觉一颗心突然变得空荡荡的 也许他已经放下了仇恨 神妙的门派 神妙的家族都没了 他一缕残魂存活到现在 让神妙冥冥中有种感觉 似乎上天让他的生命延续下去 就是为了跟林明相遇 王死故中那段寂寞的岁月 让神妙什么都看淡了 如今他更是无牵无挂 命运轮回 生死荣华 一切不过过焰云烟 既然如此 能战死沙场 也许是不错的归宿 神妙前辈 林皇还想说什么 而莫和彻已经默认了神妙 还有两个人 两个夏威真神 早已经经过深思熟虑的 地无痕 站了出来 他刚刚因为恶魔真神的自爆 而身负重伤 尚未调了一号 让我来吧 我身上有伤 但是没有伤及生命本源 应该可以吧 地无痕属于33天太古诸族遗脉 如果不是林明 太古神族这一支遗脉就会毁灭 对林明 地无痕始终抱着感激之心 现在是报恩的时候了 报恩林明 其实也是为了自己而战 武痕前辈 在地无痕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太古神族一方很多人不舍 地无痕是他们的族长 两万年前 太古神族被造化圣皇入侵 老族长战死 之后太古神族大小事物都是地无痕负责 他默默担任这个职位两万年时间 在种族面临灭亡风雨飘摇之时 族长这个职位没有半点风光 反而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和压力 默和彻看了地无痕一眼 心中轻叹一声 修罗路主人也是出身太古神族 当年强大无比的太古神族如今竟然凋零到如此地步 好吧 还差最后一人 彻说道扫了一眼其余的真神 一个白衣青年无声无息站了出来 救我吧 淡默而平静的声音却让人心中一颤 君碧月 人们全愣了 站出来配合默和彻 实死无声啊 准备牺牲的人大多都是老一辈的人 年轻一辈有着大好的年华 比如君碧月 日后再进一步 成就中卫真神乃至上卫真神都不是不可能的事啊 死在这儿太可惜了 孩子 别冲动 莫也不忍心君碧月牺牲在这儿 日后他还会有更高的成就 君碧月微微一笑 我伤得不轻 战斗力已经不多了 接下来的战斗 我发挥不出什么作用来 之前的大战中 君碧月两次被打伤 确实已经伤得很重 但虽然重伤 可他的生命本源却没受损 配合莫和彻施展大阵不成问题 莫和彻无言 阻止君碧月可以 但谁来牺牲啊 君碧月死掉固然可惜 但不管对谁而言 生命都是唯一的 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他们无权强迫谁 所以两人都无法再劝为什么 你 你 唉 彻摇了摇头 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 我也不再多说 人已经全部定下来了 给你们一个时辰的时间 打坐调息 跟亲友告别 莫和彻叹了一声 如此说道 33天这些天尊 真神一起修炼了一万多年 假设时间节节的时间 那就更长了 很多都认识了朋友 人之将死总有些事情要交代 帝无痕把太古神族族人 叫到身边 开始陈述自己死后的事宜 包括下任族长的人选 他语调平缓 就像是出远门之前的主妇一般 太古神族舞者 肃然而作 其中一些女性的舞者 都在默默的垂泪 浩宇静静陪坐在神梦身边 两人都是无言默默度过这一个时辰的最后人生 浩宇看着神梦的侧影 看着他的黑发吹在额前 浩宇笑了 因为他知道 这将会是他最后一次 看神梦 来自魂族的一名上尉天尊 将记载自己生平所绝的预见送给朋友 祝福他们若是活下去 一定要找个传人 把他的传承延续下去 一个来自于圣族 身材魁梧的男性天尊 含泪告别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上世戒王 在这场大战中 根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一个来自人族的女性天尊 从戒指空间中 抱出一个伤在强褒中的婴儿 把婴儿小心翼翼交给自己 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 祝福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虽然把孩子交给了挚友 但女性天尊 已就依依不舍地牵着孩子的小手 看着那已经熟睡的婴儿 眼睛中满日眷恋和不舍